我们常常以含着金汤匙出生来形容出生富贵的第二代 韩国人还会送真正的金汤匙作为一岁的生日礼物 希望孩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今年来社会阶级悬殊扩大 出身卑微清寒的脏汤匙一族拒绝向命运低头 令汤匙阶级不再只是出身的标签 而是左右证据的力量 这是得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 而戏中的男主角就是被视为输在旗袍点的土汤匙 或称作脏汤匙 戏外也有年轻人过上这般苦苦挣扎的日子 他今年26岁是一名大学生 他放弃了自己的嗜好 住在一间只有近7平方米的小卧室 为了省钱还自己动手准备一份 只花500韩元 马币近两令吉的便当 一般上金汤匙是指家庭财产高过20亿 韩元的富二代 土汤匙或是脏汤匙 则是低于5000万韩元的穷二代 当中还有不同阶级的银汤匙 铜汤匙 甚至钻石汤匙 塑胶汤匙等等 韩国年轻人用汤匙自我区分 并非新鲜事 但是近年来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年轻人首当其冲 汤匙接级论在动摇着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政治地位 民调显示 四分之三的韩国受访者都认定 父母的背景是孩子成功的关键 同时 年轻低收入选民 对文在寅的支持率降到最低点 韩国年轻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却又逃不掉汤匙阶级的宿命 NTV7综合报道